嗨大家好我是楊啟生 歡迎來到Power Automate 輕鬆學 今天要講一下怎麼快速複製你的sharepoint清單 應該說備份 因為剛好有人問我這個問題 OK 假設我要複製這個Power Platform消學的資產list 那怎麼做勒 OK 那我們先去我們的這個sharepoint清單裡面 那你去這個side content 就網站內容 你可以新增一個清單 新增清單 好 那這時候我們要選擇重現有清單 OK 其實你像你可以選擇你看得到 好 假設我們要選這個資產 資產我記得是這個 OK 這一個 好 那就下一個 好 那就list2好了 好 就選建立 OK 它建立出來 它就會把你的這個欄位全部建立出來 OK 那建立好了之後 好 那我們要去這個automate裡面 你可以去office.com 然後左上角這裡 這邊 這邊就會有powerautomate 如果沒有你就去 make.powerautomate.com就可以了 好 等它開一下網站 好 那我們去建立一個流程 那你就用即時雲端流程就好了 OK 上個影片我講一下這AI 這AI要先 目前它在台灣環境沒有 所以你要去建立美國的環境才會有 好 那回到這邊 選即時雲端流程 好 那就手動觸發流程 好 那就新步驟喔 你就去搜尋sharepoint OK 就選它 那就去取得多個項目 那網站內容 你就選這個 應該是這個 powerautom教學吧 你看這有兩個資產list 好 那這個排序 就去最高技術先打下5000 好 那先儲存 那基本上就是取得所有的項目 那就新步驟喔 那一樣 sharepoint 好 那就是 新增項目吧 應該我記得 喔 建立項目 建立項目 好 那一樣喔 繼續選你的位置 那我就剛建立好這個 資產list2 好 那它就問啦 那你的title很簡單 就剛這邊選了 取得多個項目 當你選下去的時候 它就幫你自動動動置各項 就是變成回圈了 那你就把這邊 有的全部選過來就好啦 就這麼簡單 ok 等我一下喔 Mail狀態 好 好了之後按儲存 ok 那我們來執行測試 手動 測試 好 繼續 執行 好 那它就會開始跑囉 那 基本上 要看有多搞個項目 我也不知道有多少個 剛初不知道有多少個 那 因為我忘記做一個動作 不然其實可以看到 所有的項目 好 那可能 喔 有725個項目 那 基本上應該要跑個 一下啦 因為它 share point 在建立項目的時候 其實這種回圈方 是沒有真的很快 但是還是比自己手動作 來的好 那我們等它一下喔 那它還在跑 那我們看一下這邊 資產list2 它已經慢慢 有沒有 已經把它寫進來了 有沒有 所以它應該一下就寫好 其實我也覺得蠻快的啦 好 好了 它終於錄 就完成了 它總共花了 6分鐘 比我錄這支影片還久 OK 不過沒關係 反正 雲端的東西就是 按了 它就會自己跑啦 好 那 今天就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觀看 掰掰 有問題都可以問 掰掰